大家好,這裡是咪咪與咪麻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 我的南極朋友 聽到哒哒哒哒哒的時候 請翻頁 我是一個極地科學家 也是一個鳥類學家 先後去過極地13次 其中11次是到南極 哒哒哒哒哒 南極我來了 我很幸運 因為我的生日是在1月份 1月份正是去南極最好的時節 此時北半球雖然是冬季 但南半球已進入了盛夏 正是南極大陸氣溫最高的季節 一天24小時 太陽都亮晃晃的掛在天上 我好幾年都是在南極過生日 南極是地球上最後一個被發現的大陸 它被一個巨大的冰蓋 所覆蓋 是一塊被海洋環包的孤獨陸地 在南極人類記錄到最低溫是 攝氏零下89度 冰箱的冷凍櫃最低溫度 也只有零下18度而已 1984年9月 我深入東南極大陸冰蓋時 帳篷裡的溫度曾經是 攝氏零下55度 有多冷呢 滿臉的鬍子遇上口中哈出的水氣 很快就會變白 個個都像老神仙一樣 在南極的邊緣 以及周圍的眾多海島上 也有一些地方 當夏季來臨時 冰雪會消融 我們稱為五冰區 那裡生長著柔軟的苔藓魚第一 南極第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 只有一節手指高的第一 卻歷經數百上千年 寒冷和乾燥 讓牠們慢吞吞地生長著 每一年的生長速度 還不到0.1公里 牠們是南極海島 南極海鳥們 購足巢穴的好材料 冰天雪地的南極 沒有蛇沒有狐狸 對海鳥來說 這兒天地比較少 非常安全 這裡就是海鳥的世界 我在南極待久了 南極海鳥就像我的朋友 我親近著牠們 牠們也慢慢熟悉了我 喋喇喇喇喇 咻地一下滑過冰面 留下腳、爪和翅膀硬子的企鵝 巴布雅企鵝小心又怕怕 世界上的企鵝有17種 居住在南極的企鵝有7種 特徵最明顯的是巴布雅企鵝 1984年 中國在南極設立了第一個科學觀測站 中國南極長城觀測站 我們的鄰居就是巴布雅企鵝 他們的白眉毛像聖誕老人一樣滑稽 一下子就能認出來 我特別喜歡他們 巴布雅企鵝的膽子比較小 尤其是在孵蛋 哺育孩子的時候會更加謹慎小心 他們有些怕人 若是人靠得太近 他們就會很快逃走 在巴布雅企鵝的繁殖期 我們會遠遠的避開 生怕經老到那些緊張的父母 在巴布雅企鵝的繁殖期 企鵝媽媽通常一次會生兩顆蛋 並和爸爸一起輪流孵蛋 破殼而出的小企鵝胃口特別大 一見到父母捕食歸來 就追著叫著 你真我搶 一點都不先讓 巴布雅企鵝最喜歡的食物是南極林蝦 他們會潛到深深的海洋中去尋找林蝦 可是巴布雅企鵝能憋氣的時間很短 不一會就得浮出水面透氣 而皇帝企鵝可以憋45分鐘呢 在海裡 巴布雅企鵝還得小心提防海獅 和海豹的偷襲 但在陸地上 成年企鵝通常不會遇到很大的威脅 只是得警惕 不要讓空中不速之客 賊歐 偷走他們的蛋和小企鵝 小企鵝直到三個月大後才會下海 開始為自己的獨立生活鍛煉本領 哒哒哒哒哒 紅通通的大便 企鵝大便時很有趣 他們會把便便咻的一下子噴出來 一般來說企鵝大便能噴出40公分遠 想一想 如果不噴的遠一點 洞黏在屁股上可就麻煩了 企鵝大便的顏色與所吃的食物有密切關係 黃帝企鵝以魷魚和其他海洋魚類為主 大便通常是深綠色的 八布雅企鵝喜歡吃南極鱗鱗 鱗鱗是鮮紅色 所以牠們的大便是紅通通的喔 八布雅企鵝通常爬在窩裡休息 想避避的時候也懶得動 只是對準窩外 撅起屁股 翹起尾巴 噴一下會一會兒轉轉屁股 又噴一下再轉轉屁股 時間一長石頭堆的小窩被裝飾成一個光芒四色的太陽了 英國在南極半島上有一個觀測站 30年沒人駐守 後來他們決定把它改建成為博物館重新使用 但是當他們再次進入觀測站時 天啊 漫天的臭氣一面鋪來 滿房子亂七八糟的小石頭 羽毛和一灘灘紅色大便 原以為已經荒廢掉了觀測站 結果是住的滿滿的 觀測站的新主人真是巴布雅企鵝 黃帝 黃帝企鵝大個頭 居住在南極的七種企鵝中 黃帝企鵝是唯一的原住民 也是個子最大的企鵝 黃帝企鵝平均身高一公尺多 差不多跟五六歲的孩子一樣高 大個頭的黃帝企鵝脾氣好 每次我來拍照時他們都會很配合 等我拍完了他們就搓過來看一看 研究我的照相機 大概是在想為什麼老用這玩意對著我呢 在南極的夏季 黃帝企鵝主要在大洋的伏兵及周圍的島嶼上活動 他們會在水中吸吸捕食 身為為身體儲存能量 以迎接冬季繁殖季的到來 每年四月份南極開始進入初冬 黃帝企鵝就會開始啟程 他們三五成群千里迢迢從南大洋回到遙遠的故鄉 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尋覓一個可以安心富裕厚待的地方 在南極中山站 中國在南極建立的第二座觀測站 東邊二十多公里 有個叫做愛曼達灣的地方 是黃帝企鵝的繁殖地之一 冬天的海濱非常堅固 黃帝企鵝會在冰山底部或沿海岩石的下面 找一塊躲避風雪的地方 那就是他們的家 寒冷的冬季 南極的極夜到來了 沒有白天 漫長的黑暗降臨在這塊大陸上 黃帝企鵝的天地 歐賊們都不知道躲到哪去了 黃帝企鵝父母可以放心的孵蛋御除 等到小企鵝長大 能夠自己尋找食物 獨立生活時 黃帝企鵝父母會讓孩子離開 那時正好是溫暖的夏天來臨了 大腳上的小腦袋 冬季來臨繁殖的季節到了 一雙雙又粗又黑的大腳 光溜溜走在白色的冰上 左腳右腳 更多的大腳一起加入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 他們排成長長一列 要走上十天二十天 甚至更長的時間 終於到達了繁殖地點 黃帝企鵝媽媽產下自己的蛋 她每年只剩一顆蛋 大部分黃色企鵝的蛋是粉白色的 有的略帶青色 蛋的表面有細細的小凸起 黃帝企鵝蛋像成人的手掌那麼大 一顆差不多有五百公克重 鴕鳥蛋是世界上最大的蛋 黃帝企鵝蛋則可排世界第二 孵化小企鵝的任務交給黃帝企鵝爸爸 黃帝企鵝爸爸伸出大腳 腳跟抵著冰面 黃帝企鵝媽媽小心將蛋 從自己的腳背上 轉移到黃帝企鵝爸爸的腳背上 小心別把蛋摔了 他們得練習很多次 終於黃帝企鵝爸爸用大腳 順利接過寶貝蛋 並立刻用肚子上的羽毛遮蓋住 保持溫暖 黃帝企鵝媽媽很快就離開了 她又累又餓 要到大海裡去好好吃一頓 整整整兩個月的時間 風雪交加 黃帝企鵝爸爸 黃帝企鵝爸爸們不吃不喝 在冰面上穩穩的站立著 他們只能小心翼翼的移動 在暴風雪中努力聚攏在一起 互相依靠 用後背抵擋風雪 爸爸們堅持下來的理由 就是為了這一天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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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這是生命萌發帶來的脆響 蛋殼裂了 小企鵝們從爸爸肚皮下面 一個個伸出腦袋 打量著這片白色的大地 嗯? 這就是我們的世界 憑著鳥類的天性和定向本領 黃帝企鵝媽媽準備的回 準備 準確的回到自己生兒育女的地方 黃帝企鵝爸爸立刻扯著嗓子 大叫起來 啊啊啊啊 我們在這兒呢 啊你回來啦 嘿我也在這兒呢 哼 他穿的衣服是紅色的 跟大家特別不一樣 噠噠噠噠 媽媽回來了 雪地上知識渣渣 叫叫嚷嚷喊喊成一片 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可是黃帝企鵝媽媽們 側傾聽 總能哼好 分毫不差的找到自己的家人 餓壞的小企鵝也在爸爸的大腳上呼喚媽媽 黃帝企鵝媽媽吐出半蝦化的魚蝦來餵孩子 他們終於吃到媽媽帶來的滴口食物 企鵝爸爸把孩子滴到媽媽的大腿上 現在輪到爸爸出發了 到大海去尋找食物 一天又一天 小企鵝在媽媽的大腳上練習 麥布 在媽媽的大腳上撒嬌 和夥伴叫嚷聊天 梳理自己的羽毛 風雪來了 他們就把身體攻擊媽媽的肚皮下 一個月後 極夜早已過去 接著就是企鵝身體發育的重要階段 學會走路的小家伙 經歷旺盛 他們探索的範圍越來越大 也是黃帝企鵝父母最累的時候 小企鵝已經長到差不多70公分高 個個都是大胃口 近海的冰還沒有融化 黃帝企鵝父母不得不早出晚歸 一起到更勇的海裡去捕捉南極鷹魚 餵養孩子 幼兒園開學了 爸爸媽媽去蜜食 黃帝企鵝幼兒園開學了 毛茸茸的小黃帝企鵝 巨成群落 每個群落的外圍 都有幾隻黑色的成年大企鵝 他們緊張的各自守護一方 像老師一樣 管束著那些四處亂跑小淘氣 這群幼兒園的老師警惕性很高 會隨時注意有沒有壞傢伙靠近 一旦發生危險 他們就尖聲大叫 召集附近的成年企鵝來支援 大家一擁而上 群起進攻 直到把敵人趕跑為止 剛入雲的小企鵝特別好動 一刻也停不下來 他們東張希望 擠來擠去 想留到更遠的地方去玩耍探險 老師啊啊啊的呼喚 不斷的把走雲的小傢伙追回來 教訓一番 哀罵小企鵝只能聽話的站在一邊 直到老師允許後 才能重新回到幼兒園的同伴中 小企鵝們慢慢習慣了幼兒園的生活 他們擠在一起取暖聊天發呆 乖乖的等待著父母來接自己回家 等呀等肚子餓了等呀等更餓了等呀等好想回家呀 追追趕趕搶吃飯 終於爸爸媽媽來了 餓壞的小企鵝趕忙撲了過去 這時我看到一個有趣的情形 小企鵝剛把頭伸進大企鵝嘴裡吃了幾口 大企鵝突然甩甩腦袋 掉頭一開 又或是叼一把 一下把食物叼著跑幾步 再挺下來 回頭看看 小傢伙還沒吃夠呢 只好在後面叽叽叫著追趕 不慌不忙的皇帝企鵝父母 會回頭看看 小企鵝追趕得緊 大企鵝也走得急 如果小企鵝停下來 大企鵝也會歇一歇 反覆幾次後 小企鵝終於追上大企鵝 才能再吃到幾口食物 這就是企鵝家族獨特的搶食物遊戲 我想 這是企鵝父母對孩子一種訓練 在食物的誘惑下 小企鵝追趕著父母的腳臂 鍛鍊自己的體能 小企鵝出生四個月左右 南極的夏季來臨了 他們逐漸退去身上的絨毛 長出排列緊密的靈狀羽毛 既防水又保暖 也終於可以跟隨父母下海秘食和游泳了 當南極的聖夏來臨 小企鵝 小企鵝 阿德利企鵝就開始能到海裡獨立生活囉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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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生出黑黑的腳鴨子 在更廣闊的冰天雪地裡採下自己的小小足跡 阿德利企鵝超級大膽子 阿德利企鵝是南極數量最多的企鵝 他們喜歡聚集成一堆 過集體生活 阿德利企鵝的膽子超級大 考察隊員乘坐橡皮艇登陸上岸時 岸邊的阿德利企鵝都很興奮 一搖一晃地趕過來 仔細地打量著每一個人 盯著隊員的一舉一動 琢磨各不停 嗨!這些傢伙都是些什麼東西 在做什麼 每一年一月份 成群的阿德利企鵝會排著隊來拜訪中山站 考察隊員們全都跑來向他們質疑 阿德利企鵝不慌不忙地從隊員身邊經過 偶爾彎彎脖子向大家回禮 派頭失足 夏季的傍晚 中山站的隊員們舉行冰上足球賽 大家踢得正緊張激烈時 突然場上多了兩名賣力的隊員 兩隻阿德利企鵝衝入賽場 對著球又踢又打 鋪著翅膀 恨不得再啃上兩口 忙得不亦樂乎 完全把隊員們晾在一旁 嘎咕嘎咕 鬧哄哄 阿德利企鵝的話特別多 他們是南極語言最豐富的一種企鵝 如果你看到一整塊冰上黑壓壓的 一大群一大群的企鵝 吵得人們耳朵嗡嗡叫 不光是叫聲 阿德利企鵝 手舞主到的肢體語言也豐富極了 如果有羞猛的天敵靠近 阿德利企鵝就會收緊脖子 豎起羽毛 眼珠垂到眼圈下面 露出上眼白 警惕的怒視著 喂 你不過來呀 當敵情解除 阿德利企鵝才會慢慢收攏脖子上的毛 撲打的翅膀離開 快走快走 改天再和他鬥一鬥 打打打打 你這樣容易咳嗽不要打啦啦 搶石頭蓋房子 春季阿德利企鵝開始築槽育除 他們棲息地離海邊不遠 首先 公企鵝要用石子築起一個適合的槽 條件不高 一平方公尺左右的空底 中央巴掌大的地方 用小石頭鋪一下 就成了舒適的心房 不過母企鵝對心房總是特別挑剔 孵蛋時候 又要窩得舒服 又不能把蛋壓壞 於是 公企鵝在挑選石頭的時候 非常仔細 這真是個需要技術的工作啊 他先用嘴雕起一塊石頭 墊墊份量 拋到一邊 再雕起一塊 墊墊 直到發現心滿一足的石頭為止 南極要冰容易 要石頭就難了 一些狡猾傢伙就想到一個好方法 一隻公企鵝辛辛苦苦 雕來一塊小石頭 放在自己的窩裡 搖搖晃晃離開 結果馬上有一個影子鬼鬼祟祟湊了過來 他眼睛緊緊盯著一隻企鵝的背影 小跑步的串入他的巢穴 迅速張望一下 低下頭 斜了石頭就跑 如果不小心被發現 那個偷石頭的傢伙 還會不認帳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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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企鵝吵個不停 石頭是我的 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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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蓋的房子吧 對啊 親熱的一家 一般來說 阿德利七兒會產下兩顆蛋 夫婦兩個輪流孵蛋 七兒爸爸一邊孵蛋 一邊時時刻刻留意著各處的動靜 一發現不對 就啊啊啊啊的大叫 趕快走 離原點 不然就來試試看我的尖嘴 小企鵝蟲蛋孵出來了 他們說在爸爸肚子下面 偶爾伸出頭來到處看看 餓了就叽叽叽叫喚 我想吃東西啊 好餓好餓 阿德利夫妻會牢牢記住彼此的叫聲 一隻回家的公企鵝 他的身體和脖子會歪向家的位置 徹著嗓子高聲 嘎啊嘎啊 我回來了 如果母企鵝與小企鵝在家 也會像對唱一樣大聲的回答 然後兩隻大企鵝伸直脖子 臉貼著臉親熱 好想你啊 總算平安回來了 公企鵝也會對著小企鵝搖頭晃腦 不停的點頭 不錯不錯 今天表現的很好嘛 有趣的是 阿德利企鵝總能分清楚兩個孩子的模樣 他們會先餵老大 然後輪到老二 小企鵝吃飽了 自由自在在父母身旁曬太陽 泡得遠了 大企鵝就會焦急的用嘴 將他趕回朝地 不要胡鬧快回家 因為危險隨時會到來 小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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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鵝空中獵手出場了 嘎嘎嘎嘎嘎嘎 小企鵝 掀起一顆漆鵝蛋 瞬間飛得無影無蹤 一切發生的那麼快 這兩個兇猛的空中獵手 就是中賊鵝 他們最擅長的本領是 偷偷偷 搶搶搶搶 偷東興本領大 南極喬治王島上有百對中賊鵝 他們如同鴨子般大小 身上有棕合色厚實的羽毛 布滿了秘密的深色斑點 中賊鵝目光犀利 有一個尖利的繪 他們的腳上有樸 可以用來滑水 中賊鵝的樣子不好看 有點傻傻的 但當他們把翅膀展開 那股氣勢卻讓人肅然一驚 攀過的雙翼順著南極 凜冽的風 略滑而過 豪氣無比 中賊鵝的膽子很大 他們會圍著觀測站打轉 有的還會停在貨櫃上 目光炯炯盯著我們 有一次 因為觀測站裡廚房放不下整箱整箱的 冷凍豬肉 所以廚師們請考察隊員們 把放不下的冷凍豬肉 扛到外面的雪地裡儲存起來 因為南極本身就是個天然的大冰箱嘛 我們在湖邊挖了一個大坑 把肉放進去 上面壓了厚厚的雪 還用腳使勁的踏緊 踩一轉身 幾個棕色的身影 迅猛的直撲上來 在雪堆上 又是趴又是啄 鋪扇著翅膀 你真我朵打成一團 即使我們快速衝上去驅趕 他們仍然撕打在一起 並不急著逃掉 廚師說 前兩個月 宗賊歐透過我們的雞蛋 有人還拍下他們偷蛋的照片 一箱裝滿雞蛋的紙箱擺在岩石灘上 一隻中子L在箱子附近 東張西望 留意著四周動靜 另一隻大膽站在箱子上 將雞蛋從 濁破的箱子缺口中雕出來 一大清早 中子L就在觀測站外集合 等著我們開飯 等啊等啊等啊 不客氣的貪吃鬼 為了觀測站更完善 需要不斷的施工 通常白天施工的情形較多 會產生一些噪音 南極野生動物害怕這種陌生的聲音 所以都會躲得遠遠的 連輕技能的企鵝也會移到其他地方 只有中賊歐 他們泰然自若的圍在觀測站周圍 無論是機器的轟隆聲 還是來來去去的車輛 都對他們沒有絲毫影響 他們甚至還會對這些旁人動物 產生興趣 快到開飯時間 中賊歐早就聞到味道 在餐廳外面 來回晃蕩 他們比我們的反應快多了 按照南極公約規定 人類不能餵食動物 他們得按照原本的生存方式去覓食 但中賊歐才不管那一套呢 有一次他們惱火起來 大發脾氣 第二天一早 我們廚房亂七八糟 饅頭 菜葉 水果皮 雞蛋殼撒一地 全是鳥爪硬 連大家愛吃的香腸和辣肉 也進了他們的肚子 嘗到甜頭的中賊歐 特別喜歡待在觀測站 而且連垃圾桶都不放過 全都要翻出來看看 所以我們得特別小心做垃圾分類 鐵絲 碎玻璃 和有毒物品 都要分開保管 最重要的是 垃圾桶一定要蓋緊 不好惹的壞脾氣 我們在南極大部分時間是在戶外觀測 攀岩的時候 中賊也總是在天上跟隨著 我住在岩石上歇腳 他們就飛過來停在我身邊 歪著腦袋咕咕地叫 慢慢地晃過來 就像是我親密的夥伴 啊!我的樣瓶帶 忍不防地就叼走我採集的東西 我帶的食物更是常常被中賊歐搶走 也只能餓著肚子望著天空叹氣 被他們叼走的東西肯定是找不回來的 因為這幫傢伙各個都是很互家 要是不小心靠近他們的巢穴 他們就會馬上大喊大叫衝過來 又是抓又是拙 甚至飛到上空對著鳥帶使勁拉屎 有幾次我正對中賊歐的寶寶進行近距離觀測 他們從身後悄悄飛過來 突然叼走我的帽子 跟到遠遠另一個山頭 然後興致勃勃看著我爬上爬下的去找帽子 在一旁嘎嘎嘎嘎叫著樂格不停 小獵手在成長 在長城觀測站附近的小山丘上 有一對中賊歐夫婦是我們的老鄰居了 每年夏季是他們生了育女的時候 他們會在草上鋪上一層厚密柔軟的苔藓和地衣 一段日子過去 兩顆圓溜溜的蛋出生了 中賊歐媽媽寸步不離的開始孵蛋 一個半月後 嘟嘟嘟小賊歐用尖嘴會把蛋殼啄出一個洞 一隻小雏鳥出口了 噓!另一顆蛋也有微微的動靜 兩個毛茸茸的小傢伙都出來了 南界天氣異常寒冷 中賊歐媽媽就用身體和翅膀為孩子遮擋寒風 小賊歐的個子長得很快 他的父母會每天輪流外出尋找食物 一隻飛離窩後 另一隻就留下來看護孩子 有時他們會捕捉出 沒在鄰近海島上的花斑戈和暴風燕 有時候就守在觀測站尋找機會 有一天我工作到很晚 深深懶腰走到廚房煮麵 香味一飄 門口馬上多了一個探頭探腦的影子 看來他和我一樣還在忙著呢 遇到老住客 幾年後我離開長城觀測站 來到更遙遠的中山觀測站 中山觀測站位於南極大陸東部 與南極半島地區的喬治王島相比 這裡更加寒冷和荒涼 店面上除了石頭什麼也沒有 其實多年前我就到過中山觀測站 留下來過東時認識了那裡的老居民 灰賊歐 每次我到戶外考察 灰賊歐都會偷偷跟在旁邊 他們和中賊歐是親戚 當然也會有一模一樣的愛好 有一次我在中山觀測站附近的海濱上釣魚 在冰塵上鑿開一個洞 把魚勾往水裡移放 很快就有白色的鷹魚上勾 我釣了一條又一條 回頭一瞧 冰面上光溜溜的 欸?我的魚呢? 往遠處看 一群灰賊歐正在饗宴 享用豐盛的鷹魚大餐 這些狡猾的傢伙 他們沒有在我身後為搶魚而爭鬥 而是排著隊 輪流把魚一條一條的翹翹叼走 有一次一位隊員把厚重的外套放在岸邊 過了一會兒 他一轉身 欸?衣服呢? 嘿! 只見一隻灰賊歐正使劍地把衣服 往石頭窩裡脫呢 衣服對他們有什麼用呢? 難道想把衣服潑在窩裡當地毯不成? 努力交朋友 這些年來 中國、德國和智利等國的科學家 一直忙著對賊歐進行觀察 並逐一記錄和研究 他們的家在哪個山頭? 每一對鳥是什麼顏色? 什麼脾氣? 以及小賊歐長得好不好? 是否健康? 都是觀察研究的內容 我們還做了國際分工 在研究賊歐的過程中 我對他們越來越尊敬 賊歐和人類一樣 必須辛苦地建造自己家 中賊歐還能找到苔藓和第一 但灰賊歐居住的地方 你一片樹葉 一根草也沒有 他們就在亂石堆上 服裕自己的孩子 我每天在岩石堂裡走很遠的路 攀爬山崖 挨家挨戶地去拜訪他們 遭遇不少下馬威 我的嘴巴和手臂 被狠狠地劃開幾條傷口 流了不少血 我努力表達友善 用忍耐證明自己的誠意 慢慢地 對於我的出現 灰賊歐們 再也沒有敵視與攻擊 多半只是衝著我叫著 我與他們越來越親密 鳥兒是有感情的 你對她好 她也會回應你 當我走近時 有隻賊歐媽媽 乾脆跳到一邊 耐著性子等我測量完 她再回來繼續孵蛋 但灰賊歐的耐心非常有限 尤其是對小寶寶的觀測 只允許我作業一次 一旦失手 想再重來 賊歐父母馬上大發脾氣 讓我趕緊收東西撤離 有好的相處 一般來說 灰賊歐父母的蛋大約是50天後 小賊歐就會破殼而出 寒風吹來時看到亂石堆裡 毛茸茸的小生命 心中欣喜 也跟著感慨 經常做客賊歐家 小賊歐與我已經不再生疏 測量結束時 竟然調皮的叼住我的 不帶子不鬆口 不要搶我的帶子啊 出生五天的小傢伙 長得真結實 大約有138克 像兩隻一週左右的小雞 加起來那麼重 十天之後 就有259公克了 差不多是出生時的兩倍 小賊歐一個多月大時 就要給他套上腳環做標記 每一窩的小賊歐 我們會用不同的編號標示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 這些小傢伙生活的怎麼樣 長大以後會飛到哪裡去 長到一個半月大的小賊歐 體重11164公克 超過一公斤了 父母把他們餵得真好呀 很快的 到了小賊歐可以獨立生活的階段 他的體重又增加了100公克 一身烏黑發亮的羽毛帥氣極了 小傢伙 你可以自己飛起 自己起飛去探索這片 冰冷洁白的大地了 接下來是海鳥 我們下期再說囉 我們下期再說囉 然後 我們下期再說 我們下期再說